国旗半锤举国同碑 4月4号庚子年期明节 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深切悼念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牺牲劣势和世事同胞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首都北京参加悼念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 一批医务人员 干部职工 社区工作者因工殉职 许多患者不幸罹难 上午10时整 防空警报冥想 习近平等向新冠肺炎疫情牺牲劣势 和世事同胞莫哀 和世事同胞莫哀 林医院的洲人员 干部职工 社区链 变成一辈子 没有知性工 兼职工 社区链 他们是逻辑者不幸的 在多数小时帮助用 和世事同胞莫哀 和世事同胞莫哀 小姐 如果国家颯争张 和全国各地举行悼念活动 追思逝者 缅怀英雄 北京天安门 新华门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事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 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致哀